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Long hair on hair 今天大家可能会觉得 我一定讲这个全民志愿检疫 或是三权分立 今天不是 因为一间社民联直播6点就会讲 我今天就讲另外两个大家可能都有关心 但又不是很仔细去留意的题目 第一个就是有关两宗入策的官司 这两宗官司大家都可能觉得一日无千无万 这两宗官司其实是我自己本身都认识过那些入策的朋友 也都跟他们有一定的渊源和来往的 第一个就是邓建华 邓建华昨天是9月1日在这个裁判法院就因为被控一项这个藏有攻击性武器的罪 他就被判入狱了 他就认了罪的 他就没有拗的 他在背包里面有一颗棍子在那儿 法官就说 喂 我不管你啊 是不是 这个 我根据案例 藏有这个攻击性武器是很严重的 你又近那个示威现场 所以我一定要重判了 不过你现在认罪 虽然待会迟些 不过这个都可以减刑了 其实都没什么怎么减刑 而邓建华另一个减刑的理由就是 他是在这个公盟 即是香港职工会联盟那里 是长期拔了业之后 浸会拔了业之后就在那里做这个干事的 亦都在做外容的工作 亦都在做这个宣传的工作 就是做一些培训的工作 当然很多人帮我写信 包括公盟的同事 他的上司 加上外容 终于就说 哦 本应五个月的 现在判你四个月 这也叫做轻 是吧 其实老实讲 这个法官就是重判吴文远 因为这个在ICAC 投诉ICAC的时候泄露了 而判他四个月的同一个法官 即是他的观念就非常之保守 总之杀无赦 见到一犯案是他觉得 对这个现在这个制度是深存挑战的 就要重判 这个当然是 在最近很多法官都说 喂 其实有检控权 有些控罪根本都不用控告的 或者根本你找不到犯罪动机的 就好像温少明法官都说过了 因为有一个律政司就在一件案 就是在中大一个毕业礼里面 拿着把刀 仰来仰去 就说不提证据 这个检控 对于很多未成年的人 只要他稍微犯了法例 其实应该可以不检控 这个自签守行为 又可以 什么都可以的 如果不是 那就送你上法庭 有一些对社运觉得是很偏见的 觉得你们一出来 就是破坏社会秩序那么重判 Nio 其实也有些 我看完的案件 因为我认识他的 我们也和他试过一起被人检控 他也曾经被判有罪 我一会慢慢讲 其实他在9月1日被判监的4个月 我不知道他记不记得 但是他就已经为了他 因为他想着认罪是不再咬 所以他就在Facebook那里 我想他委托别人写出他的心情 我读一读 因为我想很多报道都不会 将他这个心声报道的了 他在Facebook那里怎么写呢 就是现在的牢狱 是用来困好人的 即香港如是 加泰如是 现在白俄罗斯如是 泰国如是 抗争有时 入策有时 一旦认识到自己与政权之间的关系 一旦觉得要回应 人就不得不反抗 比起很多同辈有柴 我在2020年入狱 可以说是迟了 比起很多运动中相识的年轻手足 总算是与他们同行 我给很多人幸运 给我年轻的手足 一个个先被还押 等待一个更长的刑期 无名的抗争者 流亡海外 未有归期 在战场上逝去的手足 催促我们继续前行 所谓没有退路 并不是口号 这是煲底之药的必经之路 我们或许正为当下要做什么事而愁绪 但对于这些必经 我们不必忧努在街头 我们与手足相遇在世界 我们正处于各地的反抗浪潮 我们绝不孤单 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 他的Facebook就是 Neotang L-E-O-T-A-N-G 大家自己上去留言或者看就行了 当然这里的刑期 比起很多手足就不算是长 为什么会说迟了呢 其实他9月1日被判 就是2020年 2011年 9月1日他都犯了法 跟我一起犯的 就是当年有所谓这个逮捕咨询 逮捕机制的咨询会 就是要防止一些立法会员辞职再选 就发动这个变相公投 当然是针对2010年社民年 和公民党五位议员辞职 扬成一个全港的公投 当时那个逮捕机制就说 你不准你如果这个 辞职就在半年之内不可以选 当时呢 就有咨询会的 有两场 大家知道了 民政署就放水的 叫建制派找老人家去押住这位 那就行礼如意 我们就很生气 就要去抗议这样 当时呢 我就和其他 我刚刚下机没多久 我记得 还有那些人去到那里冲击 我就被控刑事委坏和妨碍公众秩序 他们就妨碍公众秩序 原因就是什么呢 其实当日NEO和其他几位同案被告 就是我们冲了进去之后 在会议停了之后 才在咨询会的港台上抗议 当时就是这样 他就是中间那个 是吧 当时五个都被判有罪 他就是2011年9月1日 犯第一宗案 五个都被判有罪 后来上诉 我就被判坐牢八个星期 后来上诉就得值 他们就不得值 我就说是这个刑事委坏 造成危险 激进 那就要坐四个星期监减一半 其他那四位呢 就包括NEO在内 就得值的 拿回重费 就说人家和平表达意见 你有什么理由 硬说人家是有份冲击而已 那你可以看到 当日无论怎样说也好 法官法是对于这个政府的施政不好的时候 对于那些抗议是比较宽容的 是吧 那时候就可以说是逃过一劫 是不是 逃过一劫 就是上诉得值 但是你想想九年之后 他出来做过事了 已经不是再学生了 已经不是再连事 就是九年经历过雨傘运动 都忍不住 他为什么会被拘捕呢 就是因为 大家记得有一个紧急法去立无面法 就是去年的十月五日 十月六日那天 很多人上街抗议 大家记不记得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参加 那他就在九龙的示威 就是近住城大附近 就被警察捉了 之后就说他在背囊里有一支 攻击性武器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是吧 喂大佬 带着一支可能是防身的 大佬你要知道一件事 当日这个蓝丝可以打我们的 是吧 带着一支都要判那么重的监 是吧 所以其实这个心声是说得相当好 你看到香港人在和平抗争 用公民抗命抗争 宁愿被拘捕抗争 到要用其他方式去抗争 其实是谁逼出来的 就是这个特区政府一步一步地逼出来的 是不是一百万人不够 二百万人不够 你要多少百万人才够 是吧 你看回早两天的831你就知道 所以其实讲一下Leo 邓建华其实是见证了 很多人的心脑历程 是吧 大家都认识到其实要大家团结在一起 用更加有力的抗争才可以 是拿到这个煲底相见 那Leo我希望他在教育里面 是这个能够身体健康 是不是 能够这个不会有这个疾病 希望很快和他相见 虽然现在未必是在煲底 不过在煲底相见的日子 应该都不应该是太远了 是不是 好了 另外一个又是坐牢的 就是这个梁重恒 梁重恒我跟他没那么熟的 是吧 但是曾经一起当选过立法会议员 他呢 就是被判这个四个星期的监禁 上诉失败 立即入狱 这个梁重恒入狱也是的 现在讲这个是不是三权分立 浪费时间的 是不是立法会的选举 他由选民选了之后去宣誓 那这个特区政府得到中共的命令 是要去宣布那些议员宣誓无效 用司法覆核的方法 去将那些选民投票选出来的议员的议席 拿走的 大家 干嘛是三权分立 是不是 其实讲来讲去就是 越是没有人选举他执政的 譬如现在中共政权 他在大陆是没有选举的 选举是假的 权力是最大 一级级来 是吧 所以这个梁重恒被判入狱 其实就是 也是这个 这个所谓三权合作之下 一权独大的这个结果来的 就是说他喜欢你就可以了 不喜欢你就可以了 那梁重恒 为什么会被控什么罪呢 为什么会被判四个星期监呢 其实很简单的 10月12日他宣誓 宣誓了呢 就说他无效 他说我有效 那就再去宣誓 第一次我记得和他一起推进去的 有很多记者一推进去 第二次宣誓 因为他进去的时候 主席梁军就说 进去乱了就不开 然后就告他 告了他之后 就是这个宣誓之后 就是11月他又再要宣誓之后 就是被这个立法会的保安人员阻止 第一次不成功 我记得我问他 那怎么样 他就说 我先吃饭了 谁知道他转个头 就回到去 就想逼进去那个立法会的会议室 中间他和助理和另一位议员 刘慧晶已经是坐完牢了 又是被人痴夺了资格的 大家都记得了 事后就被控这个 在这个立法会里面举行非法集结 别人是议员 你都没贼夺别人的资格 别人去宣誓你 职务你 派一些保安员阻止别人 别人只不过是想走进去 这样都可以告得入的 是不是 这样都要检控的 那你已经看到 其实我们在这个雨傘运动之后 共产党已经是 逐步逐步用了所谓这个三权合作论 收紧对香港社会的控制 你对立法会基本上都是 就是采取一个政府大赛 立法会是这个杯子的态度 这个梁桂然只不过是一个老弟总管 所以你看到的 是不是 梁仲恒入狱 和邓建华入狱 其实都是两条不同的线 一个就是在民间里面做学生 两个都是做过大学生 一个就进了民间做一些工会的工作 一个就走了去竞选立法会议员 都是一样 都是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迫迫 所以其实在今天来说 我们看回两件案件 其实他们都是希望在制度里面去抗争的 只不过在制度里面抗争 是受到这个无情的打压 才是好似其他的人一样 或者他曾经被其他人走前一步 所以今天我们有万人被捕 千人被控 超过一百人坐牢 这件事其实我们在现在来说 是不能够忘记的事情 这个也是为什么831那天 大家明知道去到这个尤尖旺 都会有机会受到这个警暴的濫捕 濫打 都是继续出来的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我今天讲的两件事 我希望大家都记忆犹新 就不要在这听这个林郑的吹嘴 是不是三权 一直都没有三权分立的 不过有三权制衡的制轨就是一权独大 尤其是现在在上面直投下来 国安法都是由人大常委立的 这个人大常委是可以直接解释法例的 其实我和梁重贤被人贼夺的议席 就是人大常委突然间去解释 几个法第104条而已 你这个法官审什么鬼 根本审不了的 未审都已经先判了在香港 所以其实我今天再重提 这两位我熟悉的人 隔了一天就被判相计入冊 其实是希望提醒大家 这个我们的抗争是仍然要继续的 到底我们会不会在9月6日有行动呢 这个大家都要想的 9月6日原本就是举行选举的 林郑现在就铺天盖地 走去搞这个全民自愿检测 那里被拼办 但是很多现在的所谓的检测站 其实就是票站 现在你叫人出来做检测的时候 就可以大量出票 投票就不行 这个其实已经摆明 是一个 因为中共指令是要延迟的选举 来避免在立法会的选举里面大败 令到有机会丧失过半个半的议席 而是做的事 希望大家要在这个最紧急 现在这个紧急的关头 记住这个要团结要出来 好了 其实 讲到这个立法会的这个延迟选举 这个 中共派王毅出去做欧洲行 派杨洁篪做亚洲行 的期间 王毅就 都经常被人问到 国安法 延迟选举 DQ 立法会候选人 新疆 各样东西都被人吵 他 你走去一带一路的旧路 希望在欧盟那边 就找到这个外交的支持 恢复回那些所谓商贸 是吧 但是别人 对于王毅的说法 就不是很败的 是吧 经常都问他同样的问题 疫情隐瞒的问题 不一而足 是吧 我们已经恢复了 你看看我们走出去的时候 在方方面面都给面 除了这个 美国佬是 这个对我们是敌意之外 其他在欧洲那边或者亚洲那边 都会和我们保持一个友好关系 在这个疫情的合作 以至到疫情的恢复 以至到恢复这个商贸经济的来往 取得成果 这个就是一个 就是叫杨洁篪走去亚洲 见南韩 希望和这个湄公河国家开市场会议 就说我有疫苗给你 就是最先的 如果我有疫苗的时候 也都和东盟五角 东盟就是谈这个 在疫情之后的恢复的情况 去做一些事情 但是 拆出一个情咬金 当王毅和杨洁篪在周游列国的时候 有一个国家就是欧洲 这个应该是中欧国家 就是捷克 就无端端就是派了一个代表团 很大的代表团 这个大的代表团 就是由捷克的议长率领的 就去了台湾 是不是 去台湾那里访问 这个参议院的议长 就叫做维斯特奇尔 维斯特奇尔 去台湾 这个人就 在这儿 在这儿 在做维斯特奇尔 之前 他来到西方 去台湾那里 了 他就用 德文说 我就是柯南人 他就去台湾那里 它就是台湾那里 他就去到台湾那里 因為其實共產黨在去年年尾已經跟布拉格和捷克 因為華航的問題吵過架 因為捷克在中歐的國家裡面 其實跟中國的商貿來往都挺頻繁 我想中國在捷克的投資應該多過台灣10倍以上 所以他說有錢 所以他一直都是對於那些在歐盟裡面的小國 都是用金元的外交拉攏 一帶一路裡面你看到西班牙、意大利 那些跟他的來往是相當好的 大家也知道武漢肺炎也爆發得相當嚴重 意思是什麼呢? 很多人從武漢走出來到處走 其實就走回去那裡 這個也是為什麼歐洲武漢肺炎 在很多這些一帶一路的國家裡面 是爆發得更加厲害的原因 這個捷克是一個小國 所以中共覺得可以左一巴右一巴掌 尤其是參議院議長 其實捷克真的是三權分合的國家 參議院議長不等於總統 只不過是國會的首領 也不是能夠代表到整個 設立最高的權力核心 但是這個 既然他是一個參議院的院長 即是立法機關 你的院長帶了80多人去交 包括議員和其他的商貿人員 不同的部門 其實這個訪問當然是很高級 尤其是捷克以前因為曾經是華沙公約國 和中共的關係其實一直都保持著 所以中共就很生氣了 我就在外面搞外交 你就在這邊搞你的外交 所以很生氣 王毅就很生氣了 就說要他付出沉重的代價 要這個維斯特齊 付出沉重的代價 你對著議長說 雖然不是對著總統說的 什麼叫沉重的代價 是不是 到底是斷交 還是中止商貿來往 我可以說什麼呢 沒有說到 是不是 所以 你在歐洲那裡走 這個歐盟是 代表了整個加盟的國家的利益 剛剛好 這個 當這個王毅去到德國的時候 因為大家都知道 默克爾對於 德國對於中共 因為由於經濟的關係很緊密 大家都知道 Volkswagen這個大眾汽車廠 起死回生 其實都和在大陸的設廠是有些關係的 是不是 所以 他覺得很欺負的 而默克爾也一直都站在中間 不會偏向美國五眼聯盟那邊 希望保持一個獨立的 一個中立的地位 拿出這個利益 所以 這個在德國 這個王毅又再在那裡說話 是不是 那說話的時候 但是他不明白 這個剛剛今年就是這個 由德國去做這個歐盟的主席 那他沒有辦法不說話 那這個 德國的外長馬斯沒有辦法 就說這個 沒有辦法不說香港和新疆的議題 也都是警告這個王毅又說 你不可以 隨便便就侮辱這個 是一個歐盟的國家 歐盟是一個整體 是吧 這個 你不可以 隨隨便便就說 有人付出沉重的代價 是吧 因為這個 斯特的外長就說 王毅的威脅 就是 太過分了 就是 完全都不是外交的 慣常的做法 所以呢 這個 王毅那個所謂沉重代價 現在就 一時就 大家猜到 拋了頭 到底是什麼來的呢 是吧 這個 是不是 會折黑六尋呢 還是怎麼樣呢 不知道的 是吧 那大家知道了 這個 共產黨 射了四支 導彈出去 有兩支就不見了 是吧 到底是不是又是 你 用武力去威脅人呢 不知道的 是吧 所以呢 大家都猜 到底有什麼沉重代價呢 我想都是 要 這個王毅自己回去才知道 老實說 還有什麼沉重代價呢 因為 這個 在這個 一帶一路已經開始衰微 這個中美貿易談判 正在打架的時候 原本中共本身 那個 一帶一路 以至到 這個 中國製造 2025 那些 這樣的 所謂 構思 將這個 剩餘的 就是這個 多餘了的 勞務 以至到 產能 以至到 資本 是拿出去 錢賺錢 拿出去 賣給人 其實都已經受到挫折 是吧 因為 你在這個過程裏面 你夠多美金才借到錢 給人買你的東西 那現在 聽說 已經 三萬一千億的 美元儲備 已經 迅速跌到 好像說 聽說 就不夠一萬億美元 那你沒有錢 還說什麼呢 是吧 你走去罵人 人家當然是 還口 沒有啦 所以這個 布拉格的市長 更囂張 這個布拉格的市長 就是 諾玉特尼 市長就寫了 他就 老實說 這個指揮人都很困惑 找個市長 來跟你外長說話 是吧 都不用負責的 這個市長是什麼呢 他說 這次你最後一次 對捷克共和國張開大咀 你的行為已經 在外交上嚴重月間 你居然敢威脅到我們的參議院主席要付出沉重的代價 你這無理的粗魯小丑 然後呢 這個市長 不知道是不是想尋求連任 他就說 你要為無恥的威脅盡快道歉 當我說盡快 我是說現在 在24小時內 將道歉送到捷克外交部長那裡 這樣 其實這些都是催的 大家 這個 捷克一個小的國家 怎樣可以對付到中共 但是 人家告訴你 這個世界正在變 是吧 就是這個 當你沒有那麼多錢的時候 當你大手大腳 開聲都要動人家的時候 人家當然要反擊 那其實有什麼嚴重的代價呢 我告訴你 捷克人已經是 曾經付出過很嚴重的代價 對於這個 因為得罪了一些大哥 很簡單 大家有沒有去過布拉格旅行 你在布拉格旅行 那個國會大樓 那個廣場下面 有四個人 因為抵抗這個蘇軍入侵 而自焚犧牲 或者被蘇軍打死的紀元碑 當然那個紀元碑不是很顯赫 就這樣放在那裡 但是很多人都定時放些鮮花 我自己也買了鮮花 當年 這個捷克真的付出沉重的代價 就是因為他 那時候就叫捷克斯多佛克 因為斯多佛克還沒有和捷克分開 捷克斯多佛克是付出沉重的代價 就是什麼呢 就是不聽蘇聯共產黨的敵 大家也去過匈牙利旅行 就是布達佩斯 你去布達佩斯 看到布達佩斯很多的新 在1956年的時候 就是匈牙利革命 蘇軍又衝進匈牙利那裡 把半個布達佩斯打爛了 因為是航戰 你去別人的國家 航戰最好的戰術就是一炮打爛一些 建築物就沒有了 人家沒有了航戰的優勢 大家可能去看過 或者納吉那個像 回頭一看 納吉就是那個共產黨領袖 當蘇軍入侵之後就把他殺害的 在1968年 布拉格斯春當這個撤黑共產黨 說要搞這個人道的社會主義 不要有這個報刊檢查 有這個集會自由 應該有政黨的自由 希望社會主義就不是一黨專政 而是用民主去運行的時候 蘇共 就是蘇聯的大大哥現在沒有了 就是沒有了 那就 憂心重重 那立板板聲 找到他的伙計 就是華沙公約國 華沙公約國其實就是 所來所去就是波蘭 保加利亞 匈牙利 東德 現在不存在 是吧 東德這一堆的國家 是不行的 是吧 華沙公約國就是一個集團國 在蘇聯的說法是很簡單的 叫做社會主義大家庭 如果你是社會主義大家庭 其中一個你是我兒子 他是老爸 就是說主權有限 就是說你的主權是有限的 就是等於現在 我們講這個 有沒有成如 權力一樣 主權 他的主權有限 所以社會主義大家庭 覺得你是一個五役仔 你是會動搖到 這個 一黨專政的統治 無論在哪個國家 你好像骨牌這樣的時候 就要制止 所以 講了幾次數 這個華沙公約國 由蘇聯 布列芝列夫 這個共黨領袖 去跟他說 這個 但是這個捷克的共產黨 堅持改革 那麼他 終於在這個 1968年 那時候我十二歲 我記得我那天聽 中央人民廣播電台說這件事的時候 中國都譴責這個 社會帝國主義 所以說這個蘇聯入侵截克 是不是 此一時彼此 好了 那就是為什麼呢 就是在八月的時候 八月的時候就是 徽軍進去 是不是 這個 由這個 五個方向 由這個 由這個 徽軍進去 用了這個 五十 二十萬的 華沙公約國的軍隊 用了五千兩塔 直入 其他人知道 不能抵抗也不抵抗 捷克也不抵抗 捷克也不抵抗 又不能打 最好笑的是 他打算入侵的時候 這個捷克會開會 就開除了當時那個 黨總書記 杜布徹克 原來不是 遲了 人家召開 就沒有辦法 找個內奸出來 就說叫蘇聯 和華沙公約國進去 救一下捷克人 就不可以好像 當年匈牙利那樣 找了一個匈牙利的 共產黨的首領 就隔除了 立吉那個黨籍 然後就宣佈 拘捕他 然後才叫蘇軍進去 好笑的 你進來 原來捷克共產黨 開完臨時會議 說其實我們抗議入侵 這個 影響都很深遠 這個捷克大清洗 反抗的人 都被拘捕 死了 又要死人 數以百計的人死了 這個 當日也有一個反抗 這個捷克人 就是用和平的抗爭去反抗 我想問 你現在說禽重的代價 還不禽重得過這個代價 是吧 揮軍進去 那你現在是不是想揮軍進去 是吧 當日這個布列支援夫 都這樣說 你會付出沉重的代價 是吧 結果是怎樣呢 沉重的代價當然是 這個 這個 蘇聯的軍隊其實遲到1988年 都留在捷克的 一開始就不走 是吧 那 那個問題是什麼呢 其他人是付出了這麼沉重的代價 但是他們有抗爭 大家都知道 在這個1977年有這個七七憲章 哈維爾後來的總統 也都拿過這個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 是吧 那也都是發表了七七宣言 就是說在這個1968年入侵之後 只不過是九年就開始一個反抗 最後就發生了天外勇革命 是吧 這個沉重代價 人家負了 其他人也知道 什麼叫做無權者的權力 這個就是哈維爾的說法 無權者 你嚇我的時候 唯一就是我講真話 我繼續做我應該做的事 保持我們的尊嚴 這個什麼叫沉重代價呢 說不出的話 所以 那些好笑的王毅一走出去 想走歐洲那條路 已經開口就蓋上來了 原因就是因為 你大致野嘛 是不是 你是不是都要去教訓人 你以為人家真的沒有尊嚴嗎 所以 大家要記住 尊嚴重的代價 我們現在都在附近 其實 你會看到的 在所謂什麼三軟三硬的時候 就是對我們就硬 但是對外面 能不能夠這麼硬呢 不知道 是吧 我看這個 今次引起的外交風波 對於 對於 習近平和共產黨 想走出去 其實是一個 一個錯誤 希望 大家要記住 尊重的代價 到處都要負 但是最緊要就是記住 無權者的權力 是不是 我們要繼續在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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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權 這個 極權 的專制下 保持著我們的 尊嚴 這個也是今天香港人 面對的狀況 我們 希望大家 會 將這一段 的 影片 分享出去 希望更加多人知道 這個 訊息 也都希望 如果大家是 想幫助 這個社民營的 希望捐錢 因為我是很希望 大家能夠 在 現在這個 社民營 受到 壓制的時候 是能夠 用各種的方法去幫助 希望大家 會做到這一件事 我們 下次再談